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家将这颗巨石命名为阿纳斯拉岩石 推测至少有4000年历史 精确的切割技术即便在现代也难以达成 当时的人是怎么办到的 更诡异的是巨石底部 只有两块小面积的基座支撑 炸开就像漂浮在空中 在狂风大作的沙漠里 竟能牵连不倒 似乎有股力量在保护着它 对于这样的说法 大多数的人并不买单 因为自然产生的裂痕 不可能如此平整且对称 专家也不排除人为的可能 毕竟千年前的人类也曾用简单石器 造出巨石症和马丘比丘 只是这些鬼斧神工的背后 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 还有待解答 同样在沙奥地阿拉伯 还有一颗难以解释的黑石 每天有上亿人口朝它膜拜 这是伊斯兰年度盛世朝径 信徒会绕行天房 在今年已经有1300多位的信徒 为了朝径遭当地52度的高温热死 这个神秘的立方体天房 究竟有什么魔力 在天房外 箱上的这颗神秘黑石 据说会散发出特殊能量 有科学家发现了 原来黑石并非地球产物 而是来自太空讯息 地表上最大型的宗教活动 就在沙奥地阿拉伯 卖一家的大清真寺 神圣天房 加上一颗神秘黑石 吸引破百万信徒 挤破头 前往朝圣 中文字幕秘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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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魔力让全球20亿穆斯林毕身一定要踏上麦加土地 神秘的天房里藏有什么秘密 天房的意思就是立方体 四个面都覆盖着巨大的黑色神圣挂布 上面精细的金色刺绣全是人工秀上古兰金纹和金色图腾 总共采用120公斤的金线和100公斤的银线工程之大 必须由200名的男性工匠 耗费10个月才能制作出整片的Keswa 光是天房外的这一块帷幕 成本就高达1.7亿台币 如此昂贵的Keswa并非永远使用 而是会每年更换一次 时间就在朝境结束之后 使用过的Keswa就会被切碎 分送给各国政要和宗教领袖 用了上好的丝绸保护天房 神圣程度不言可遇 在天房的东南侧 有一扇进入天房的金门 有286公斤的纯金打奏 全世界只有1%的人 也就是极少数地位崇高的身份 才能进到天房里 Sazam are ornate gold doors At two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they're too high for anyone to access without stairs But a mobile set of stairs can be wheeled in when necessary 这扇金门是进入天房的唯一出入口 只有沙国国王的金钥匙才能打开它 在每年特定日子 全球重要的穆斯林在国王的邀请下 才能进到天房里 一窗神圣经地 The inside is relatively empty with three wooden pillars holding up the roof a simple storage cabinet The role of the keykeepers is steeped in spiritual significance They are tasked with opening the Kaaba for special occasions including the biannual cleaning ceremony where the interior of the Kaaba is washed in a blend of Zamzam water and rose water a ritual attended by select guests and dignitaries 穆斯林相信天房就是神在地球上的家 进入天房将能和先知进行对话 而这一切的神迹都来自天房墙角上的这一棵神秘黑石 During the time that they're encircling the Kaaba seven times if they were able they should try to kiss the meteorite stone but because of the numbers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recent times that's impossible so the practice is that if you're unable to kiss the stone you should point towards the stone that shows your respect for the stone and your veneration of it for the millions if not billions of Muslims who have made their pilgrimage to the Kaaba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black stone has an inexorable power that seems to draw them into its orbit and according to some experts that's because the black stone is not of this world 据说这一颗黑石还会散发出特殊能量 影响到周围的磁场 就连飞机航线都得避开黑石上空 commercial airplanes never fly over Kaaba in Mecca the first one is said to be because of the magnetic anomaly over this place that makes navigation equipment go nuts meteorite this black stone of extraterrestrial origin 2021年沙国政府发布了神秘黑石的高解析照片 直到近年大家才知道 黑石是由八块大小不同的碎片组成 颜色也并非全是黑色 反而铁锈色则才是大宗 根据古兰经的说法 人们触碰黑石可以寻求上帝宽束 据说原本的黑石是白色的 因为吸收了人类的罪恶 才让颜色越来越深 但这一棵神秘黑石究竟从何而来 为了找出黑石的真相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纷纷前往外加进行研究 这个物件,这么简单 专家推测,这颗陨石在6000年前 掉落在距离麦加1000公里外的城市 当地居民发现后 从石头身上感受到来自宇宙的能量 如果不是陨石 这颗黑石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它是一块马脑 也有人说是火山岩的碎块 但这些说法都被一一驳回 唯一确定的是 它并非地球产物 是因为没有人找到一块马脑 像哈达尔瓦的研究 所以可以认为这块马脑 不是从地上 但也不是一块马脑的马脑 这就是因为它的厚度 是非常不同 从任何其他马脑在宇宙的宇宙 今天 因为它的厚度的精神 在世界的Islamic世界 神秘黑石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块黑石确实有股神秘力量 吸引着我们 感谢观看